中國人社會事在民國五十二年成立 到現在已經五十七歲了 在過去我們公司一項就是 資旅在創造保護 然後股東員工跟社會的最高價值 希望成為最值得信賴的一家保險公司 我想我們在2013年 我們在飆台北醫院這塊基地的時候 去找部分來看 到底我们这基地内有没有受保护的树 那查出来是有四棵 所以一开始我们就决定 既然这个树在这边已经站立了几十年 我们应该要好好地跟它共存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决定是要把树留下来 那第一次当然是建筑师是以我们自己 就是以中寿为中心 所以把建筑物放在这个四千坪的基地的正中间 但是它一放上去就会考到两棵受保护树 它可能就必须要变成要去磨动它 那最后就是决定我们还是要尊重树 尽量不要去动这个树的梗 因为每半一次就要像人开刀一样 它就上一次可能元气大上 所以我们规划的时候 我们也尽量把这个空地留给自己的植物 那我们尽量把自己的建筑物 限缩在一个范围内 然后创造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立画的空间 那就创造一个人、树跟建筑三隐的局面 所以我们就最后决定就是把这些树都留在原地 动都不动它 台北学院这块基地里面就是这八十几棵树 就是原来这些在我们讲原住民 那时候我们的顾问就建议我们要找树医师 来帮我们做完整的履律 这样我们对每个树的它的生长过程 跟它的健康状况都比较容易掌握 将来不管你要在限定遗址 或者是你要遗址到别的地方 我想这个都会比较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根据 对树本身也是一个好的 这是2017年1月拿到的建筑 那3月中是动土 那在动土之前我们就先把这几棵老树 我们做最好的一个保护 就是我们在那周边做了这个围理 把它围起来 然后所有的开发的机具都不准靠近它 那这个围理也是要特定的这个 我们有请一个那个专门的顾问 在照顾这些榕树 他定期会来洒水 然后看看它那个生长的状况 在必要的时候他就会去做做应该的处理 这里面的有两棵的那个受保护树 它是榕树 它原来就是在一个很小的花台里面 我们为了要让这个树好好的活下去 所以顾问就建议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原有的花台打开 让它手脚能够伸出去 那我们有采取这个所谓的这个土壤支架的一个方法 就是在这个下面我们其实有立了很多那个土壤支架 让这个根能够跑进去跑得更远 所以就是你表面上是看不到 但是下面的真的是很大的一片的这个土壤支架 所以就是目的也就是让它能够长得更健康 在基地内不管是受保护树或者是后来新重 或者是原来在这边移植的这个部分 我们希望这些珍贵的树木 能够在这个基地内完整地保留下来 然后把土地原有的感情跟记忆也一并留下来 那继续这些受保护树 能够在这边安居乐业 成为这块土地安定一个绿色的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